这些小孩子,第一个,如果他是未成年 第二个,他大陆没有亲人来照顾他 这个时候,他必须专案来提出申请 为了防疫的需要,让大陆人士尽可能停止交流 这一块的人,他因为没有中华,没有国籍 他回不来,其实他是回不来的 这事情,沉浸了很久,已经有一个礼拜多了 所以我们的政策上,对于他本来就在台湾生活的小孩 因为过年,回去妈妈的梁家看外公外婆 现在回不来,所以我们做一个人道的考量 让他能够回来,其实就是让他回来 不过,因为社会反应有各方面的意见 再加上现在防疫,中了一切 所以我们这个政策有所调整 我们这个政策有调整 也就是说,这些小孩子 第一个,如果他是未成年 第二个,他大陆没有亲人来照顾他 第一个,他未成年 第二个,他在大陆没有亲人 阿公阿嬷,或者没有亲人有能力来照顾他 这个时候,他必须专案来提出申请 阿公阿嬷,我们考量各种意见 阿公阿嬷,专案在审查 阿公阿嬷,在急于准薄 阿公阿嬷,当然这个会随着疫情的 这个发展而所调整 阿公阿嬷,所以以上简单跟大家说明 阿公阿嬷,绝对不是开放 陆胚的大陆亲人来探紧 没有,没有这回事 是原来我们在这里生活的小孩 让他回来,让他回来 但是因为为了疫情上的一个管控需要 现在,我们调整 除非,一个他是未成年 除非他大陆没有亲人能够照顾他 你不能让他流浪街头 这个时候,专案提出申请 我们专案来审查 各种意见在意义准薄 MING PAO TAKALMO 1 2 3 6 7 7 7